朋友好啊,2022年的6月14号,我们继续聊国事 我们昨天说,在这个军委扩大会议上,1967年1月份 这个会议上的全军文革小组,这个组长徐向前批了这个肖华 肖华呢,一度在军内的这个三军无产级革命派 就是所谓的那保守派,这个冲击之下呢,一度有一些个惶恐 但是呢,毛主席呢,保了他,周恩来也保了他 整他的这个杨勇,也随之就倒了台了 于是,似乎是有惊无险 这肖华呢,就开始和这个三军造反派 这个就搞得火热 那么自然呢,他就成为了这个保守派 势不两立的这个这个这个斗争对象 而三军的保守派呢,是得到了 吴法县,李作鹏和邱辉座这些人的支持 所以呢,双一啊,也出现了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裂 那肖华,杨成武他们和这个吴李秋之间的矛盾就加深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就是五一三事件 军中军队文革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五一三事件啊 就为了一场演出,然后两派大打出手三座门啊什么的啊 这次事件之后 作为保守派的三军的无产级革命派这一方呢 得到了林彪的明确的支持 那么 这个 你想吴李秋啊,这些人 林总发话了是不是 表了态了 他们 和这个保守派 应该说呢 就得到了上方保健一样 一度呢 这个势力大增 这个气壮如牛的时候 他们又想起这个肖华了 又开始琢磨着打倒肖华这件事 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 就引出了一段历史的公案 到今天为止还议论纷纷 也没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肖华这个时候犯了个错误 甚至有人说他在这个时候不叫错误 他就叫犯罪 犯罪 什么呢 就说肖华在这个期间 为了应对这个形势 然后呢就 离家出走 就家里不安全 就说躲到了这个 自己的老领导这个聂荣珍家里去 聂荣珍在西山还有一个房子 躲到那去了 说在这个期间 这个肖华呢 这个 说啊 这种说法的 按这种说法来说 肖华一贯沾花惹草 说肖华呢 就 在聂荣珍家里头 百般无聊之际 这忽然间荷尔蒙 就 一挺 就没控制住 说是把这个 聂荣珍家的一个保姆给强奸了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种说法呢 就说什么 说这个 不是保姆 应该算是聂荣珍家的一个工作人员 属于国防科工委 国防科委的一个干部 一个女干部 嗯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就所有的强奸之说 就完全是子虚无有 完全子虚 但是按照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肖华啊 出了这么码的事 然后说把聂荣珍 气得他吃吐血 聂荣珍说呢 就把那个肖华的行李什么的 说 也不知道那个时候 就这样的高级干部 上聂荣珍家去住 躲一段时间躲到风头 怎么还带着行李去啊 说聂荣珍呢 就把肖华的行李都给扔出去 嗯 气坏了 你看 随后呢 还不解气的 聂荣珍就把肖华事给告发了 还有的人说 不是聂荣珍告发的 说是杨成武上报的 然后呢 就有这个坊间做多年就有说法 说这个 这个 毛主席 六七年的八月份 那就 说是看到了这个女服务员 被强奸的这个保姆也好 叫女服务员也好 还是女干部也罢 说写了一份血书 就这么说辗转的就让毛主席看到了 说毛主席看完之后 龙颜大怒 当时就直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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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肖华这个事就给定了就就给定了性 说毛主席当年就说了一句话 说肖华呀肖华呀 你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扶不起的恶斗啊 悉尼扶不上 里巴强 哈哈 啊 那个 毛主席这不说了 那就扶不起来就倒了 就上烂泥一滩 然后呢 紧接着说这个解放军报的这个 就贴出了 关于肖华的大字报 肖华 随后就下了台 这六七年的八月份 那么肖华这个事啊 有没有 啊 这个到今天为什么有定论 当时说肖华有这个事 这个出处是哪呢 坊间大家 这个顺藤摸瓜 大家都归到了一本书 谁呢 就是三十 这话说又三十年了 全元赤当时写过这么一本书 三部曲嘛 一个是龙困 写的是这个贺龙的事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写周慧那个 叫什么 就是湖南省委书记 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 书记书记 副书记 副书记 副省长的管能业的 庐山会议的时候跟着这个 他们第一书记 这个周小周一齐倒了台了 周慧后来一九七八年七七年的时候 做过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 那叫什么啊 反正第三部还有一本书记叫威刑 说写的是杨成武在1967 嗯 威刑 那么这本书里呢 全赤就这么写了这么一件事儿 就是说哎 他没写肖华的名 而是用两个叉来代替 嗯 说哎 这个叉叉 哈哈 怎么样啊 到内蒙西山去避难去避祸去 然后一时兴起 啊 没案内住 就把内蒙之家的保姆给强奸了 基本上 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人 顺藤摸瓜 都摸到了全赤的这本书里头 那么就说这个 说法啊 这个 始作俑者出在哪呢 出在这个全赤的这本书上 嗯 你包括毛主席说的这个肖华是福起来的天子啊 对吗 到底 是不是毛主席说的原话 毛主席到底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 毛主席到底后来知不知道这件事儿 毛主席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 这不得了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毛主席 这个这个全国人那时候都认为毛主席说话 那就是一万一句确实顶一万句 所以要说毛主席说 那这事儿呢 就概括定论了 甚至 你连翻盘的机会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正像当初逃住被打倒的时候 嗯 这个逃住的妻子这个曾志就不服 就觉得好像他老公不至于这样子啊 然后听说是毛主席有句话说逃住这个人不老实 说是不老实 逃住这个人不老实 这曾志就觉得这话说的这不就 他老公万劫不服 不老对党不老是还了得 曾志老井刚和赫子珍的老战友啊 所以呢他也有条件 最后他给毛主席写了个条子就递上去 听说是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是接见红衣兵的时候啊 还是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 就把这条子递给毛主席 上面写的是主席你说逃住是不老实 还是不老成啊 你想这个人不老实和这个人不老成 这完全两个性质的东西 是不是啊 他就跟毛主席要核实一下这个事 他当然多么希望毛主席说 我说他们传错了我说你老公不老成 就这人哎不是特别成熟 是不是这个意思 毛主席看到这个条子之后 随手拿起笔了就在这不老实上画了圈 这逃住 这彻底倒掉了 肖华这个事也是这样 疯传说毛主席说了肖华扶不起来的天子 然后最后呢就是 这个一直到这个改开了之后 还原团的回来了之后 肖华去世了之后 肖华的妻子王新兰 那老太太还不依不饶 就为这个事还找到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就问他们毛主席当时 在什么时候在哪儿 说过我们家老肖 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在哪儿说一句话 什么时候说 他问的这个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呢 都跟这个这个这个王新兰说 说我们没听过 没听过毛主席说这句话 诶 这王新兰 一块石头落落地似的 四处就跟人说 毛主席根本没说过这句话 我都问过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这是他们造谣 这是他们诽谤 这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搅浑 卸我们家老肖于不义之地 又打倒我们家老肖 但是不管这个事王新兰后来是怎么核实的 也不管当时到底是不是毛主席亲口说出了这番话 反正说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就当成了最高指示 那时候就疯传一时 所以这也就决定了肖肖华最后 这个牢狱之灾的这个命运 但这个事有没有我们先不考 我们我们继续考察的啊 关于肖华 江青在肖华 这个倒台了之后 倒是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话 这确实是真 江青确实是讲过 江青说什么 江青说解决肖华问题 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结果呢 把肖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给拿出去 就你解决肖华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要严肃的搞 但是那边有人呢 把不该搞拿出去的材料 啊 材料 给捅到社会上去 说搞的满城风雨 对解放军不好 是抹黑 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 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制止 始终没有制止住 地方也利用上了 这样就打偏了 哎 这是江青 在肖华倒台之后说的这番话 那么这里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那就是肖华有没有这样的事 可能有 为什么呢 因为江青说 把肖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给拿出去 什么东西不应该拿出去 然后他说搞的满城风雨 对解放军不好抹黑 就抹黑了解放军 那么是不是就指肖华这 这这这这这这个 啊 行小雅之士 啊 这个事情肯定是比较恶劣 不然江青也不能说这件事 弄出去之后就抹黑了人民解放军 啊 对解放军的形象不好 破坏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啊 并且由于这么搞了之后呢 最后呢 他说什么被人利用了之后呢 结果就这样就打偏了 什么意思 就是肖华这个事情他搞得很严肃 他有什么错误政治上啊什么这些东西 该怎么怎么弄就怎么弄 最后呢可能弄到了肖华耍流氓这件事 最后好像是肖华因为没管住下半身倒了台了 那你这个东西不就打偏了吗 啊就这样就说打偏了 甭管这个事一有没有二 这个这个这个 毛主席说不出过这番话 但是呢肖华确实在1967年的8月份就彻底的倒台了 啊这件倒台 而这个倒台 这个过程啊 在肖华倒台的过程 恰恰是因为所谓的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这件事 和毛主席的这个所有的最高指示 在中间起到了很 重要的这样的推波助澜的作为 甚至就把这个肖华的性质就给定了 而恰恰这件事呢 就被这个肖华他们三军造反派的对立面 就是军中的保守派 就给拿去用了 就给拿去用了 那么呢 肖华后来倒了 哈哈这就这得倒 这个前一段时间说刘亚洲倒台就是被抓了这个事 第一个捅出这件事是谁大家记得我做过那期十四的节目 说刘亚洲被被抓了 这件事第一个捅出来的是 所谓的纽约作家叫毕如邪 此军号称自己有三百个情人 哈哈哈哈这个毕如邪啊 很活跃你在网上也搜好多 哈哈 经常呢 抽冷就搞出一顿来的手人听完的东西出来 刘亚洲的事就他搞出 那么呢 这个毕如邪呢 他有一个回忆 哎关于肖华挺好玩啊 分享给大家 他说1967年的初夏那也就是五月份吧 肖华那时候还没倒的 可能已经有风声了 他说1967年的初夏北京掀起了反军的高潮 一日一日我去景山东街的小饭铺 买豆浆油条 景山东街 大家知道景山东街 是很多 有里边有很多大宅子 邓小平就在景山东街住过 叶金英在那住过 啊 肖华家似乎也是在那附近 啊 他说我去景山东街的小饭铺买豆浆油条 偶一回头 差点惊叫起来 站在我后面的排队的人 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肖华上街 就说肖华 怕老头 排在壁铺的后面一起摆豆浆油条 他只身一人 容装美与间似有淡淡的忧愁 啊秘书协 说肖华 穿一身军服 美与间 淡淡的忧愁 我看肖华 肖华也看我 我们四目相对 脸上毫无表情 除了我 无人认出肖华上将在此 那秘书协 就秘书协 他眼神好 哈哈哈哈 啊 据我所知 文革前肖华养尊处优 排场很大 所到之处是前呼后拥 肖华贪爱女色 除非与女人优惠 身边总有众多的警卫人员 那什么意思 他说你看肖华买油条豆浆自己来 连个警卫都没带 哈哈哈哈 好像是肖华跟女人优惠的时候 那种情景 身边没有工作人员 接着去 说近日毛泽东说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江青说肖华是绅士 不是战士 听说江青还骂肖华是花花公子 他认出了肖华 哎呦联想到了外面的风风雨雨 风言风雨 嗯 他接着说 他说此时此刻 绅士肖华 规规矩矩的排队 他还想起了苏联电影 那句著名的台词叫列宁 叫做让列宁通知先走 哈哈哈哈 啊 规规矩矩的排队 规规矩矩的交付钱票量票 啊 啊 他说这是随从和奋 随从的奋内之士 真难为肖华上将 自己还拿了 粮票 和钱 自己付款 他说完全符合三大纪律八乡主义 哈哈哈哈 他说据我所知 文革前肖华 以惜命 文明 怕死 说肖华怕死 说肖华从不与人握手 有点像他 这两年的疫情期间 大家见一起坐一 或者胳膊肘汪溢啊 胳膊肘碰胳膊肘 是不是啊 他说他从不与人握手 说肖华 以地并均 但是此时此刻 身世肖华坐在角落里 马马虎虎的吃着油条喝着豆浆 与寻常百姓无疑 啊 不光买了 买完之后自己买的 然后自己呢 这个 坐在这个景山东间 就绑着牙子上 哈哈 自己在那 马马虎虎的吃着这个 油条 喝着豆浆 那不就北京街边一笑头 啊 这是 毕乳贤 关于六七年夏天 也就是肖华被打倒之前 啊 这样的 一个小故事 啊 是不是真的 啊 毕乳贤的东西呢 我们都 似乎 形成了个习惯了 就要画一个问号啊 是不是真的 啊 我们暂不论 但是 在那样一场自下而上的 轰轰烈烈的 啊 这个全民性的无产基金 文化大命中 那六七年年初 六七年上半年的时候 那应该说 文化大命中 用当时的话说叫 如火如荼 这个如火如荼 而军中文革也一样 如荼如虎啊 那么作为军队文革的 一开始的这个应该说是 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后来成了军队文革的冲击的对象 嗯 肖华 在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份 正式倒台之前的几个月里头 时间里头 确实应该是恍恍不可终日 这倒是事实 这倒是事实 嗯 搞了军队政治工作搞了那么多年 嗯 人家说肖华是乳将 是说他文桃武略的 啊 乳家伙 有乳 乳将之风 还有一层意思意思呢 是说这个乳 哈哈哈哈 大乳 嗯 仅次于中共的那个大乳 他属于军中的大乳 哈哈哈哈 啊 以他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各方面的行情的这个观察啊 嗯 肖华呢 肖小鬼 嗯 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肖华似乎是判断错了形式 啊 说他和三军造反派的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 就很 不像肖华平日里的那条做派 嗯 正因为他和三军造反派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然后呢 使他成为了林家军下面那些五里丘的什么这些人的对立面 然后听说什么 听说肖华这个事儿 嗯 到最后还恰恰是因为林彪的关系 这是一种说法 因为林彪肖华最后到台了 还有一种说法林彪还保过肖华 为了保护保肖华甚至不惜 和江青 啊 对博于毛家湾 哈哈哈哈 啊 发了呢 这这这冲天之怒 明天我们聊 谢谢大家